出野系蝶膠? 它不僅是爆紅的龍船飄然之鄉 亦都是3100多年歷史的水鄉 正所謂溝水 村民玩水的技術 一代全一代 終於成就了龍船界的秋名山 來了,現在是一個非常精彩的 煲龍船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龍舟的煲龍船 舞曲十三彎的劫教水網 一出發,十多支隊就要霸頭位 逼過去一個窄條路 這個看上去也不太難 等等 S彎 C彎 L彎 嘩,單手控掌,腳踏控堂 進黨的面孔,唏噓的鬚筋 神乎其妓的撐法 他們究竟練了多久? 答案是,未學行先學爬 好,歡迎大家收看佛山龍舟 旋播全球 白雲山版蘭根 2024中國佛山 疊教龍船飄移大賽直播的現場 現在我們在電視屏幕裏面 也看到所有參賽龍船隊的名字 他們分別有新約龍船隊 東聖罪賢堂龍船隊 還有樂慶龍船隊 夏西梁溪龍船隊 譚頭東約龍船隊 以及G4罪賢流龍船隊 好,這邊就是 看到賽事開始了 首先我們看到新約龍船隊 沒錯 新穿藍色戰衣 看到他們 信心滿滿,穿著一件 我看到是祖雲達斯的波衣 作為他們的隊伏 以前他們是巴西的 那就轉了會 看到鼓手也相當給力 準備過來 直播台這邊的位置 這邊的精彩位置在哪裏呢 就是雜水轉彎 轉身也是一個技術 因為如果轉得不漂亮 很容易出問題 好,其實 這個折板的位置 也要摸一摸旗才是成功的 沒錯,如果沒有摸旗 就很可能被取消成績 好了 現在他們很順利轉身 沒問題 看到中間的鼓手 吹著哨聲 整隊都是統一節奏向前拍 現在是跪爬 跪爬 跪爬速度提升 準備入彎 看看效果 現場聽說 很多聲音 很順利 可以入彎 速度不快 他有靈體的節奏 也是一個上策的方法 沒錯 可以先投穩 看到前面的太守 也都棄定神閒 看到他的表情 準備到第二個折板點 好了 這個折板點的話 又要雜水 再轉身 接著又要出彎先的位置 我們所說最好看的 R彎的位置 急著 然後轉身 是啊 好,順利的 感覺其實他們的速率 很有自己的節奏 是 其實我們今天在開始之前 看到外面有些下雨 不知道孔老師那邊 對於天氣 對於參賽的船隊 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毛毛雨 對於我們來說 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鼓勵來的 我們先出彎 先出彎 沒錯 現在準備到達我們 陳豐文魚館的折板點 沒錯 就是我們接播區的位置 來到這邊 就是總共 就是開始 集一次 去到那邊再集 總共要集三次 其實是三個折板的 是啊 所以雜水的話 亦都非常考究 我們平時的訓練成果的出現 沒錯 看一看 沒錯 先放棄 先放棄 這樣就OK了 成功了 所以其實平時訓練的時候 會不會以我們兩岸的一些參照物 作為一個基準 而去發號施令 都會的 因為我們訓練的時候 已經會有那支棋仔在這裏 好了 這個位置的話 就直線衝的了 那就出盡力了 不要 這個就是考驗他們的耐力的時候 沒錯 因為最後大家都已經是 消耗了體力差不多了 有點像是100米充線的時候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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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鼓點還是很快 通常在賽事當中 第一支出隊的船隊 其實他們更有優勢 還是剛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掌握到節奏 因為他們經過訓練 晚上的異賽代練 其實他們有自己的節奏 雖然今天你落起了小雨 我們經常都說 擔凳仔的霸頭位 今天都要拿上傘 是啊 結合在一起 其實都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碟交龍船飄移大賽裡面 那種的關注度 那種的凝聚力 還有我們各位市民 鄉親父老 每年的端午裡面 都很期待我們的賽事 非常之關注和支持我們碟交龍船文化 沒錯 另外亦都想提醒一下 各位在看我們直播的朋友 還可以參與贏大獎 因為一年四日2024 中國佛山碟交龍船飄移大賽過程 當中我們都準備了互動的禮物 好了 我們來看看回放的鏡頭 剛才啟動那一刻 看到他們很齊 他們的六獎都很齊 我們跟著鼓點去的 是啊 其實節奏應該怎麼把控 靠我們的鼓點去控制他的快慢 靠鼓點 一到接反點的時候 我看到吹的雞聲會很大 然後鼓聲也會停 大家就會知道這個訊號 就是要轉身和接反 沒錯 我們都很期待 第一支出場的新藥隊 究竟他們的成績是怎樣 可不可以打個頭炮 先不頭炮 沒錯 大家看到的這個是新藥隊 是今天比賽第一隊的比賽隊伍 對呀 他們整個指準度也非常地好 他們穿著這個隊服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意大利賈子聯賽的油溫透師 兩位廣播非常熟悉 其實他們以前是穿這個黃色的巴西的頭衣 對呀 對呀 所以我們在民間都會對他們說是一個巴西的稱呼 對呀 那麼現在又變了 變了 變了 去了 喜歡意大利那邊 可能是 哈哈 意大利是接下來這一屆歐洲杯的衛免冠軍 對呀 看來他們是哪一隊旺的 支持哪一隊的 沒錯 對呀 沒錯 可能都是戰術來的 看回他們的慢鏡這裡 入彎那一下 龍尾 龍頭 應該是龍頭的位置 在同一個石坡的位置 可以說是只剩下1-2厘米的位置 這個就是今天這個比賽當中 最關鍵的位置 L彎 L彎 烤石腳 一般我們這個賽道 大家都會用龍尾行先 因為呢 講過不論真的是Bow的話 Bow的龍尾 Bow的龍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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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新藥隊的成績 先 好 那麼新藥龍船隊的成績是3分19秒75 嗯 新藥隊的成績是3分19秒75 對 第一隊的參賽全隊啊 看看他們的表現 可以拿到整間的成績 其實3分19秒75 這個成績 孔老師你覺得是怎樣呢 會不會OK呢 如果是夜睡的情況下 就屬於一個中等的層次 看來第一隊出場會不會有點緊張呢 那麼多觀眾看著呢 可能大家都會有點壓力 我這邊也有看到之前夜睡的成績 包括看到教鞭 其實他們在之前夜睡裡面 都曾經是兩個比賽日 就拿過這個賽區的冠軍 等一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教鞭 是啊 是啊 我們救了屈原的船隊 哈哈 還有就是 朱氏聚賢堂 這一隊也是 拿過一次夜練的冠軍 大家等一下可以留意一下 他們都會在後一點才會出場 好了現在聽到有雞聲了 是啊 聽到響安的話應該是 第二隊出場的龍船隊 就是東盛聚賢堂龍船隊 是 速率很快 我看到他們跟剛才的新約 的獎頻率完全不同 東盛的三支龍船隊 都是勁女 是啊 好了來到這裡 我記得有鼓手 我也很熟悉的 看到他 準備折板了 這個位置 好 好 OK 沒問題 轉身 這個就是急殺 而且馬上要鍋輪增壓 沒錯 出盡力了 現在每位的爬仔 都是跪爬的形式 很快 跟剛才新約的相比起 無論是轉身的位置 乃至一落獎那下 整個頻率是不同的 好了 難道來了 這個又是準備了 準備進入我們的考石角 沒錯 看到後面的太守都出盡力叫 烤死角來了 這是最關鍵的一步 沒問題 哇 看到他們相當之厲害 爬仔已經是激情四射 是啊 還要再出去一次 是 還要再出去一次 我們看到這個太守 就是我們宣傳畫上的那個靚照 沒錯 就是這位大哥 一太的面容 就是對龍舟這行的運動 非常之著迷之餘 亦都很有經驗 沒錯 那麼拒掌一太 相信我們聚賢堂的龍船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是 好了 這邊又是接反 出回去 剛剛L 現在又再一個L 是一個接反位置的L 沒錯 好了 好了 這邊又要喬太 好了 由跪爬出彎 跪爬出彎的速率會快很多 是啊 因為他們要迅速 相當之漂亮 很漂亮 哇 沒有問題 這個石坡的位置 其實也是很考驗 每位太守 一眼關七的能力 沒錯 轉得太快 又容易擀掉頭尾 轉得太慢 很容易硬到中間 很容易翻 我們知道無論是龍尾和龍頭 都是有一個活動裝置 是 怎樣怎樣呢 可以立即不會受到損害的情況下 就會脫掉 那個叫龍鴉河 我們叫龍鴉河 沒錯 好 看看拿旗 好 順利拿旗 好了 現在應該是回程 準備就是最後一百米的衝刺 沒錯 看看我們東勝罪炎堂龍船隊 可不可以跑出鬚炎隊的感覺 沒錯 好了 大家都已經出盡力了 最後衝刺階段 相當之快 掌頻很密 也很齊整 我感覺 感覺一下 你現在成績未出 應該 沒有三分鐘 你的感覺也很厲害 對 即是三分鐘以內 是嗎 對 三分鐘以內 看看感覺好不好 看看感覺好不好 一人看看 成績那麼好 成功就是衝線 其實看到我們的東勝罪炎堂 我在L1 每晚我過來 都看到他們 看到他們都很勤力 每晚都會過來訓練 其實很多村的龍船隊 每晚都很積極地去到各大賽區去訓練 無論是疊北疊南 他們都會互相去爬到幾個賽區去訓練自己的技巧 還有大家的手感 繼續提聲 現在收睇我們直播的朋友 可以參與 贏大獎 各位留意 直播間的右下方 有個二維碼 數一數就可以 可以進來佛山加 這邊參與互動問答 贏取豐富獎品 好 看看回放 看看我們 東勝罪炎堂龍船隊 剛才的精彩鏡頭 看到鼓手 他的手又動 我看到他單手打鼓 他的氣勢相當強 沒錯 其實鼓手應該要怎樣鍛鍊 跟我們的太手和爬仔是有分別的 其實都是一樣 他們要練力量 亦都要練手力 因為其實打鼓力是一個 非常耗體力的運動 是否每一次完賽之後都要燒一下炮獎 好了 第二支船隊 東勝罪炎堂 成績馬上要出來了 我們期待著 看看鄧勇的預測 是否可以在三分鐘以內完賽 先進入二字頭 應該是二字頭 你看看 無論是這邊第一個的折彎 折彎之後出來了 這邊入了之後再出來了 他們整個的距離感 乃至是 裸旗的感覺 他的節奏相當之很好 你看到拖手是充滿著笑容 知道我一伸手就可以拿到 這個感覺是多麼自餘 多麼放鬆 對 罪炎堂已經採取了三位佐太師的配置 保證轉彎的融賽率會比較低 通常在一部龍船上有什麼分佈呢 那些選手 或者先看看成績 看看成績 好 東勝罪園堂龍船隊 三分零八秒三十四 哎呀 那一點 都很快 三分零八秒三四 是啊 東勝居賢堂的一個成績 剛好三分零八秒 多一點 對 這個成績呢 暫時是 兩隻龍船裡面 兩隻隊當中的第一 對 後面的還沒出來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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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S彎的時候 我們會在序言堂的文娛館 就是我們的東勝賽區 嗯 是的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來到直播現場 國台酒聖堂賽區 也是這次碟教龍船飄移第一個比賽日 現在已經來到第三隊出場的船隊 樂慶龍船隊 我們知道樂慶是一支最年輕的龍船隊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最先只有16隻龍船 後來東風和樂慶都做了龍船之後 我們現在就有18隻龍船 即是碟教範圍內 沒錯 看見他們都準備好了 軍訊好像對這支龍船隊充滿著年輕的激情 年輕的能力 我一向都比較支持新生代 你喜歡年輕的 年輕可惠 年輕人 加油 看著塔仔準備好的動作 預備 通常準備起步的時候大家的心情是怎樣的 拉起他 拉起他 我們叫做拉起船 拉起船 大家開始 開始 樂慶龍船隊 節奏 OK的 沒問題的 看到他們鼓手旁邊的幾名的 我們所說的俗稱扒仔 是 很大跡 是啊 因為真的很出力 那個位置的話 其實力量的分佈都不同 對 鼓手邊跟的幾位扒仔就是大搖 大搖 就是带起大家的節奏 好啦 那過來第二邊 到了我們陳豐某文魚館的折返點 要摘旗 沒錯 別漏了這一步很關鍵的 其實摘棋的那位前面龍頭的太守也很重要 摘完之後他就要起身,然後再轉身 沒錯 好了,那我們 樂慶龍船隊即將要進入我們考石閣的這個位置 L1,投鼠者 考石閣這個位置,看看他們平時的訓練如何 因為平時夜睡的心情和現在真正比賽日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不肯定了,因為今天這麼多人的關注底下 正賽 好了,我們看到 嘩,裝了一點 很漂亮 很漂亮 嘩,這個距離真的挺來的 可能是幾毫米 很漂亮 來到這裡,看到他一爬下去,兩邊的浪 對,也是很厲害的 沒錯,也是一個反衝的力量 所以平時你說不訓練有數的話 很難到參與我們這個 這麼強勁的比賽節奏裡面 好了,這一下叫做雜水 對,雜水,然後拉起他 調頭 好了,現在就調回 我看到前面好像不是有少少 有沒有浸了少少 我看到龍頭的位置 會比較低,但一般是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是吧 OK,這邊從這個航拍的鏡頭看到 我們樂慶龍船隊準備出彎了 好,準備出我們 跑石角的調動 這個沒問題了 會不會同球石四個嗨呢 好 能否嗨到呢 能否嗨到呢 哎呀 嗨到少少,不過不要緊 不要緊 煲了龍頭 不算損失了很多時間 對,龍鴉殼都已經脫掉了 都OK的,其實都 首先第一個煲龍頭 就是我們樂慶龍船隊 不要緊 繼續向前 沒問題 其實龍頭脫掉的話 會不會減輕了一部船的重量呢 都會的 令他們衝箭的時候會快些 會不會有些船隊 他們是一個戰略性的選擇 特意整個龍頭脫掉 然後加快速度 如果速度不變的情況下 是戰術 如果速度減低了呢 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失誤 好了,又拿完旗了 這邊轉身 可以加速了 好了 最後的衝刺 衝刺的階段 最後的 整個聖堂賽區 大概是650米左右的賽程 有兩個折返點的設置 有三次折返 真的充分消耗我們爬仔的體力 其實650米對於我們碟交龍船 四個賽區裡面 是不是難度最大 我們就是L1的賽區 相對來說難度會比較高 但是難度哪個最大呢 其實各有各的難度 應該跟大家介紹一下 聖堂 就是國台酒的這個 特約賽區 就是L1 接下來 會到淡頭是C1 東勝就是S1 最後茶几是直到的 好了 這也是成功衝線 一會兒我們會公佈他的成績 這幾年新華社 央視網等的重要媒體 通過和佛山傳媒的聯動策劃 已經將佛山諜教龍船飄移 當成了大灣區最紅的端午節大賽 來推送給全國的觀眾 我們已經統計過了 端午節前 央視已經推送了超過30條的新聞 和專題報導 來報導我們的佛山龍船飄移 接下來我們馬上看看 全國央級媒體關注這場大賽 究竟有什麼內容呢 好 一起看看 在佛山 所有的龍船隊伍已經開始提前備賽 甚至在夜間也是練得如火如荼 賽龍舟也成了廣東最具 嶺南印象的傳統飛翼項目之一 龍舟季開啟之際 央媒再度將目光聚焦領南廣東佛山 從一場夜分開始 對佛山龍舟展開密集式採訪報導 每年端午 廣東佛山南海區的跌教地區 都會舉辦龍船彎道消移競速賽 五月以來 由佛山傳媒聯動央視新聞團隊 製作的一系列佛山龍舟用媒報導 而先後在央視新聞頻道的東方時空 財經頻道的第一時間天下財經 農業農村頻道三龍長短雪等多個欄目播出 並通過央視新媒體平台全網分發 向海外觀眾推介 佛山龍舟 佛山龍舟 則以龍舟經濟為觀察角度 從疊教龍船火熱出圈現象開始 層層探究 佛山是如何以濃厚的龍舟文化氛圍 帶旺地方文化發展 帶動鄉村特色產業的創新 今年的龍舟文化體驗比去年增長了百分之一百 佛山龍舟文化歷久微生 彰顯著皇城的生命力 連續多年吸引央媒等高端媒體的持續關注 在廣東佛山南海區的疊教水鄉 華龍舟濃厚的傳統習俗和火熱的氣氛 央視新聞聯播欄目 去年亦都播出了三分鐘的新聞特寫 講述疊教龍舟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 從而展現粵港澳大灣區 同中同源的文脈相連 央視新媒體平台則在全網推出了 廣東龍舟、當然龍舟等一系列 以佛山龍舟為主角的融媒創意短視頻 持續刷新佛山龍舟文化品牌 為佛山城市形象傳播增加了高端法馬 也有看到陸慶的船隊的慢鏡 沒錯 成績是多少呢 我們等一會就會馬上看到 這個就是剛剛熬熬的龍頭 沒錯 這個慢鏡我們的攝像師拍得非常之好 這個就是考石閣 現在過石燈的位置 是啊 你看到鼓手 哇 銳你的眼神 OK 來回我們現場 剛剛我們就看到 樂慶龍船隊 就是熬了小一下龍頭 但不要緊 他們都順利完成了整個賽事 其實這個比賽對於他們來說 也是練了很久了 樂慶龍船隊的成績是3分49秒10 3分49秒10 是 樂慶隊啊 3分49秒10的成績 暫時是排在第三 第三的位置 三支隊伍第三 你看到現場很多的朋友仔 拿著一把不是大葵線 拿著一把線在降溫 一路感受著我們疊交龍船飄移的激情 好了 EG呢 準備出場了 就是我們的陳鋒 是 很特別喔 他們是白騷的 白騷的 再加上就是 軟弓龍尾 我們叫他白騷老土地 軟弓龍船尾 其他的船尾是直的 陳鋒隊的船尾是軟弓的 大家等一會可以留意一下 沒錯 他們的鼓手號稱叫做祖 叫吳賢祖 樣貌好像吳賢祖 祖哥我們叫他 看看右祖哥肯定沒有脫 看看我們的陳鋒的成績如何 先說 陳鋒也是 聽說 今屆陳鋒隊換了四十幾支全身的炭纖維龍船獎 會不會對他們的成績有所提高 肯定會 強度更強更輕更方便 好 我們來看看陳鋒隊的表現 好準備 這裏差不多都是他主場 這裏是主場 主場 因為孔大宗這邊都是陳鋒和聖唐的主場 陳鋒隊 好準備 主場出資 看看他們的成績如何 準備 準備 現在剛剛開賽 就是 我們現場的雨勢又停了 我們的龍舟水 都很 很有比面 天公作美 讓大家有更好的比賽環境 有利於增創更加的成績 兩邊的朋友都跟陳鋒隊的隊員說 hello 其實跟隊員說 hello 我之前也坐過在龍船裏面 感受過 其實現在準備開賽前沒有問題 一開賽那一刻 我就全神貫注 我不是爬仔 我就做坐那個 但我坐在龍根的位置裏面 我覺得我自己也有點害怕 因為我坐在旋邊 因為你要跟著節奏 你就不害怕 我要跟著他的掌頻的節奏 還有腰腹力 都要向前和向後 要同一個節奏 你才會覺得安全一點 沒錯 為什麼這次起步的時間 相對會慢一點 其實在溝通哪方面 因為say hello 等於任紅牛一樣 say hello 太多鄉親父老在這裡 準備了 東道主的優勢 那我們來看看陳鋒龍船隊 OK 來 我聽過聲音了 就是按喇叭 是啊 響安 是啊 不像我們跑步一樣 就是聽唱聲 好的 大家現在留意的 這個是國台9 聖堂賽區 第一天的比賽 目前來到第四支的比賽隊伍 陳鋒隊 他們穿著綠色的戰衣 對的 他們的戰衣也非常的醒目 好 OK 準備了 準備開始 來 起跑 來吧 在祖哥的指揮下 大家就紅紅的聲音 已經 雙手擊鼓了 已經變了 很快 留意這個鼓手 我們要聽主場的聲音 主場的威勢要出來 是啊 阿祖正在打鼓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他們 一吹雞 你一下 獎頻的速率也都變了 沒錯 好 準備到自己文魚館門口 對 去進行刀車 殺車 然後轉身 準備了 拿棋仔 好 一舉掌 好 一殺車 準備要掉頭了 殺旋 轉過身 這個動作也有很多講究 很講究 其實 這個動作要跪著 一轉身的時候 然後我們整個龍船是左右搖擺的 我們整個叫龜扒 龜扒 又跪又爬 好 你們好靚仔 阿祖 現組 劫教訓組 OK 今年還有新的小鮮肉 是啊 等著就會見到 十七歲 好 準備入彎 好 入彎 好 漂亮 沒問題 看看龍味的位置 入得相當之漂亮 好漂亮 剛剛說用泥咪去判斷 我這裡簡直就是 用0.5咪去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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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咪去判斷 這個位置拿得很漂亮 好了 這邊也要接反了 準備 在自己的主場 確實是有主場之利 為什麼陳鋒是白蘇呢 因為他們龍船在 陳鋒所在的老土地廟是點精的 所以他們會用白蘇來做龍船的龍蘇 因為他足夠的腦 所以他的龍船尾都是軟弓的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老土地公公看到陳鋒的龍船這麼威風 便笑到腰都彎起來 所以他的龍船就是軟弓龍船尾 馬伊邊又準備出來了 準備出發一個跳動 這個位置 一嬌嬌出去 會不會呢 沒問題 沒問題 順利 這個彎鑽的非常漂亮 前後的龍的位置相當的足 我看到陳鋒也看到 這位抬手 他走前再一隔 因為轉彎的時候 他是抬手 直線的時候 他是爬仔 所以非常之厲害 隨時變身 一鑽多能 最後一個折返點 OK 看到四眼哥哥仔也很順利 就是拿到旗 他衝著這個慣性 以及水的流向 再次轉身 是非常好體力 你說到我們的水的流向 我們 聖堂的這個賽區裡面 我們過台走聖堂的這個賽區裡面 水都是以淨水為主的 下龍舟都是 沒有開太大的水閘 以淨水為主 淨水為主的話 是有助成績的 是啊 但是因為你龍船向前 他都會有一個 關性大氣的水 好了 準備到這個衝刺的階段 現在大家看到 這個是塵鋒隊 可以算是一個 東道組的 對 東道組的 傳隊看看 國台酒聖堂賽區 他們在現場的人氣也是 相當高的 我幫你抬抬抬 看看 看慢鏡回放 塵鋒隊的表現 你看他第一次的折返呢 也非常順利 也很順利 整個節奏是很流暢的 所以呢 前面的眼鏡波 他也氣定神弦的 對 看著那個 阿祖 這個也是網紅的一個隊員 對 祖哥的奇怪 給了很多次特寫給他 沒有問題的 對了 大家現在收看今天 也是 白雲山 白蘭根 2024 中國佛山 疊教龍船 飄移大賽 聖堂賽區 的比賽裡面 白雲山 白蘭根 2024中國佛山 疊教龍船 飄移大賽 現在進行的是 聖堂賽區 第一天的比賽 沒錯 很順利的 其實見到呢 就是陳鋒 剛剛先 第一個入L灣 再接反出L灣 他們的節奏 他們的節奏 都是按照自己的 慣常的節奏 那成績方面 會不會有提高呢 可以突破三分鐘嗎 好 準備看成績 看看成績 好了 那就看到了 陳鋒龍船隊的成績是 3分21秒17 3分21秒17 陳鋒隊 對 目前已經看到四肢的隊伍 暫時還沒有突破三分鐘 會不會真的很多 比較厲害的都留在後面 抽籤的時候 把他們放到最後 壓軸出場 不會的 我們不要總指龍船隊這件事 都是很公平抽籤 是啊 大家都一起抽的 這件事 OK 不會說強隊先分組 不會出現 我們是很平均的 我們都說 不能被資本控制的龍船賽 我們叫做 OK 大家看到這個是考試教 好啊